基隆市公车年年亏损 市议员很担心 市公车一段票的票价成本 似乎可能要45块钱 现在又有 1200跟288月票等服务新措施 恐怕加大 公车处的亏损 从1200开始到288月票 开始之后我敢说 基隆市的市公车营运只会更困难 亏损只会更严重 这件事情要麻烦交通处处长 帮忙多注意 这个公文都是市府直接回应的 当时我们在询问 1200上线之后 是否会影响我们市公车的乘车率 那时候交通处回复是说 预计会成长18% 那目前也大概已经成长5到10%的人数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 大家都知道是 市公车因为长期我们一段票的成本不明 似乎是45块 但没有公开在议会报告过 所以等同于是说 市公车长期拿不到 足额的亏损补贴情况底下 我连收全票都会亏损 所以只要1200跟288 288造成的状况是 这次公路总局的评估是会成长5% 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会更多 如果亏损补贴这一块 足额的亏损补贴 中央没有要给 那市公车的亏损只会更严重 也有市议员认为 市公车车费计价方式要调整 对于搭市公车的民众会更好 我们现在仍然是起气战分段收费 那我们能不能够改成 战术的收费 也就是说你做超过几战 要刷第二次卡 这样子的计费方式 因为以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算出 我们公车实际上行驶里程数 以及它的实际的收益率 而市公车没有调涨票价 继续亏损的情况下 是否要民营化 市议员也不同掉 每年都在检讨 张通龙市长任内 亏损的金额到八千多万 我们都一直要求提出改善改善改善 到了林又昌 亏损到了增加一亿 不是林又昌做的不好 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管控 福利越做越好 那根据目前全台湾 也只有嘉义跟基隆 是政府在经营 那亏损的问题 每年检讨 洞是越检讨洞越大 现在累积亏损高达17亿 那你的总预算 一年也这两百通用而已 这样的亏损能够不正式吗 一改再改 结果洞越洞越大 我个人还是觉得长期 还是要朝向民营化去经营 那我希望谢国良市长任内 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具体的民营化的可行性评估 民营化的话 这些市民好朋友 可能就自己家里面要被自己有车 不然那个三七的话 要走出来的话 大概要走半天 差不多 所以这个也是说 为什么公车处我一向主张 跟我们本会的同仁看我不同 这些一民营化的话 一些路线比较好的 他才跑 民营的话才跑 那一些三七的大甘林 我们马西马东马南 U啦U婴 包含软软七的中四街 软东 没人要走 那些到时候就一大堆问题就出来了 对于议员们的质询 市长谢国良大巡师表示 希望透过外部专家 学者的评估规划 或是总体检公车处的整体状况 争取市公车票价 调涨一块钱左右就好 那官员员提到这公车营运 我刚刚还是跟我们交通处在讲 就是说 就是就公布了吧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只是民意的代行者 如果民意想要知道 有什么样子的政策 民众也应该知道 但是大家面对 不能既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所以我们是很赞成 由外部委外来做一些公车营运的 不管是总体检也好 规划也好等等 就是让外部 因为公车处每天都已经很忙了 所以我是也倾向 透过外部顾问案 委办案的方式 找一些专家学者 来替我们公车做个诊断 然后把我们的成本也公布出来 然后有必要的话 争取一块钱左右的调涨 公车的这个车费 看看是否可行 未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亲爱的